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齐聪 欢迎来到新手买股一本通 这是小弟的新书 现在各大书店已经上架了 大家有兴趣买 可以去书店买 不然通过小弟买也是可以 来我们昨天说完了 小西面跟筹码面 今天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章节 就是我今天想说的是 量价关系 量价关系 当然我们平时讲股价 大家都明白股价是什么 就是 那个股票的价格每天上上下下 就叫股价 然后说到量 其实很多人 绝大多数人对量完全没有概念 可是量跟价的 关系 重要性可以说是一样的 量就是当你看那个股价图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一只一只的东西 那个就是量 所谓的量就是 这只股票在一天里面 或者是一段时间里面的 成交量 什么叫成交量 一个人买 一个人卖 或者是一个人卖一个人买 这一单交易就是一个量 就是一个量 就是一个单位的量 就算是同一张股票 可是被买来卖去买来卖去10次 它的量也等于10的 虽然它只有一张股票 不过 就是看交易的量 这叫量 在我们股票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相当高 就要真的是要满 足够的水准 才可以真正的去领会这些量的意思 OK 我告诉你们量呢 我简单的一句来说 量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原理 大家都知道的原理 就是 供需原理 Demand and Supply 所谓的股票 其实就像是一个市场 好像Basar Maram 就是一个市场 股票就是 有人买 有人卖 跟你买卖其他商品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有人买有人卖 只要是自由市场 有人买有人卖 然后它的原理永远只有一个 就是 供需 就是 供需 当 供应 多过需求的时候 那个价格自然会跌 自然会跌 然后那个 当 需求多过供应的时候 那个价格自然会上 就是一个供需的关系 所以一样的 这个量呢 我们就可以 通过这个量 我们就可以 预测 这个价的走势 这个价的走势 这个股价的走势 所以我们来讲一下 OK 所以我大概讲一下 在股票里面 这个量价关系的原理 大概是这样 我刚才所供需嘛 OK 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 当 一个股票 突然间有很多 买家对他有兴趣 然后就冲进去买 当他 很多人进去买的时候呢 需求就变高了 供应没有改变 可是需求变高了 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就 供应方自然会抬高他的股价 股价就会上了 OK 相反的 当 买家突然间变少了 然后供应方 维持或者是供应方更加多 这种时候呢 会发生什么事 当供应方会降价了 就是这样 一样的原理 所以股价是完全是因为 供需 然后它是一个循环 周而复始 OK 我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图 这个量价关系 总共可以分成一个循环 一个八卦 一个八卦 总共有 八个形态 OK 你们看这个图 我们从最底下 那个开始 那个横线开始 最底下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你看一下 我们这个八卦图呢 就是 你看 从 底下到上面 讲的是 股价 股价 然后你打一个90度倒反过来呢 就是讲它的量 所以如果从你的视角看上去 从下面伸上去的就是股价伸上去 OK OK 你们看这个图 第一个关系就是 量身加平 然后 量身加平了过后 会到量身加深 量身加深了过后 上去就到量平加深 量平加深过后就到量跌加深 量跌加深过后就到量跌加平 量跌加平就到量跌加跌 量跌加跌过后到量平加跌 量平加跌过后到量身加跌 量身加跌过后又回到了原点 量身加平 OK 所以 你们会看到它的变化其实就是属于 三种 它主要是有两个东西在变化 一个是量一个是价 然后 这两种东西都分别会有三种变化 就是它们有三种状态 就是跌 平 深 然后 就是一个循环 OK 我这个我之后我会 在明天我会跟你们 仔细的分析这八样是什么情况 我今天先给大家一个概念 介绍一下 还有 我总结一句就是 我们股票里面还有一句话 叫做量在价钱 什么叫量在价钱 就是 在 股价反应之前 其实量 会比 股价更早反应 通常一些老手他们看到量的变化 其实可以相当准确的 预测 这个价的走势 接下来会怎样变化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量在价钱 所以 你看我刚才说的那些 那个八卦循环 你看到那个量的变化 基本上你可以踩到下一步 加的变化是这样 只要 没有 吵架在后面 兴风作浪的话 这一个都是一个自然规律 跑不去的 OK 接下来我会跟大家 更深入的谈这个东西 我今天这个只是很粗略的介绍 OK 谢谢大家 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 到这位置 到这位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